大件事啦!澳洲沒有樓租 全國租金升不停 供應又短缺 到底現在是甚麼情況呢? 今集就和大家講一下澳洲的租務危機 大家好,我是阿Joe 歡迎收看《你又你講》 有留意澳洲樓市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近期澳洲不斷說的話題 就是租務危機 很多人都會說澳洲現在租樓很難 那究竟有多難呢? 原因是甚麼呢? 今集我阿Joe就會和大家講一下租 開始之前,記得幫我like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的影片 澳洲租務危機都說了好幾個月 實際上有多嚴重呢? 我就準備了一些數據和大家看看 根據CoreLogic最新一期的季度租務報告顯示 全國的房屋空置率已經跌到1.2% 主要的城市空置率更加繼續下跌 而墨爾本更加跌到1.1% 反映出當地的租務危機是非常之嚴重 真是可以說一盤難求 而Domain的數據更加誇張 最新一期2月的報告就顯示 全國和墨爾本的房屋空置率 去到0.8% 是有紀錄以來最低的 房屋短缺、供求關係之下 自然就會引起租金上升 雖然全世界都因為高息環境之下 樓價有所回調 不過澳洲的租金依然高企 Corelogic 報告顯示 澳洲全國租金按年升10.2% 各大城市例如 Melbourne 升9.6% Sydney 升11.4% Adelaide 升12.9% Grisman 升13.4% 而CBD 地區的租金升幅更加驚人 Protract 的租務報告就說到 Melbourne CBD 一個 Unit 的租金中位數 已經去到540澳幣一個星期 按年足足升了42% 為何澳洲的租務危機會這麼嚴重呢 其實都有跡可尋 首先第一個原因 就是房屋供應嚴重不足 根據ABS 數字 由於利率和建築成本標升 澳洲的新建房屋批准量持續下跌 一月的批准量總體下跌了27.6% 新建的私人獨立屋許可 連續5個月下跌至13.8% 是2012年6月以來的新低 影響了澳洲房屋的供應 從而令租金不斷上升 另外一個主因 就是在一月尾的時候 中國教育部宣布不再認可跨境網課 也就是說 數以萬計的留學生 需要返回澳洲繼續升學 當中就有大概62,000個中國留學生 正在網課的形式 攻讀著澳洲的大學學位 加上澳洲和世界各地都已經全面解封 大量的留學生湧入 令到房屋需求突然之間激增 租金自自然然跟著上升 事實上 在疫情爆發之前 就已經有26萬個中國留學生 報讀了澳洲的大學課程 帶來了接近130億澳元的收益 而這批留學生逐步重返澳洲 令到租務危機加劇 最後跟大家分享多一宗新聞 根據澳洲媒體《Financial Review》報道 有一對來自中國的孖山姊妹 Melissa和Maggie 中學時期就在Melbourne讀書 升大學就分別去到CDU和UNSW讀書 正當他們打算在學校附近的區域租屋的時候 就發覺原來租屋是非常困難 兩個人經歷了30多次租屋失敗的情況下 很不容易 先用600元澳幣一星期的價錢 在Ramwick租屋 但讀CDU的Melissa 每次上學就要用40分鐘才回到 不過他們都說能夠成功租屋 有地方住已經很開心了 因為每次租屋 往往同時都要面對20多個競爭者 由這個真實個案可以見到 現在在澳洲租屋 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今集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我是阿Joe 會繼續跟大家說有關澳洲的話題 如果你們有什麼想知道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最重要是Lik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